2024年获奖有圣人降世 有人称前兆已经出现 1月7日黄河水变清澈 正好应了民间俗语 黄河清圣人出 这是真的吗 黄河水清与圣人之间真的有联系吗 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原来在2024年的1月7日 有人在沿岸境内的黄河沿岸拍下了一组照片 照片里的黄河竟然无比清澈 完全不是人们印象中黄河的样子 于是人们联想到了一句古代谚语 黄河清圣人出 要知道黄河在人们印象中一直是泥沙色 它突然变清 难道真的是要出圣人了 其实黄河并非娘胎里带黄 从其名字的变化也能看出段你 在远古时代黄河的名字就是一个字 河也就是说 河这个字是专为黄河定制的 诗经中的观观居究在河之洲 使的就是黄河 到了春秋时期 黄河已经开始变得浑浊 但还不是特别严重 秦始皇统一六国史 将其命名为德水 希望德水能帮助大秦千年不倒 只不过德水并没有给秦朝带来好运 秦二世而亡 到了西汉时期 开始出现关于黄河的书面记载 最早有汉书高会高后文公陈表中 封决之誓曰 使黄河如代 泰山若丽 国以永存 原籍苗义 意思是关于爵位永续的承诺会一直延续 直到黄河像丝带一样细 到了东汉时期 黄河一词开始频繁出现 同时对黄河还有浊河的称呼 由此可见 到了汉朝时期 黄河已经变得非常浑浊了 另外必须知道的是 黄河并非所有的河段都是浑浊状态 作为世界第五大河 其全长超过5400公里 在流经青藏高原时一直非常清澈 也就是从黄河源到河口镇的这段距离 大约占黄河总长度的一半 直到其进入黄土高原 汇集了黄土高原上的多条支流 而这些支流也携带了大量黄土和泥沙 这才让黄河浑浊起来 作为中国人的母亲河 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在人们印象中黄河一直是黄色的 这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 所以人们认为黄河基本上不会变清 比如在春秋时期 郑国受到楚国攻击 其内部出现两种声音 一种认为应该降楚 一种认为应该等待盟友晋国的援军 在僵持不下的时候 主张归强的子嗣表示 四河之清人寿几何 这里的四河指的同样是黄河 意思是就算人们终其一生 也见不到黄河变清 就算我们等到灭国 也等不到晋国的援军 正是这番论断 最终让正国归顺了楚国 从这里可以看出 人们对黄河的印象始终是黄色 并认为其不可能变清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几乎不可能的概率 让人觉得弥足珍贵 并将其与难得一见的圣人联系在一起 毕竟世界出圣人的概率也是非常小的 那么黄河中下游的河道 真的就没有清过吗 黄河一旦变清 真的会出现圣人吗 2024年黄河水突然变清 真的预示着圣人降世吗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40多次黄河水清的记录中 到底有没有圣人降世呢 在了解这些案例之前 我们要先弄清楚黄河清圣人出的出处 据相关资料记载 黄河清圣人出这句话 最早是出自三国为李康命运论 其中提到 这句话的意思是当黄河变清的时候就会有圣人出现 当神庙中出现神秘冥想的时候也会有圣人出现 之后这句话被广为传播 在明朝就多次有相关记载 比如梁元柱的圣人出奇异中 有圣人出黄河清 闲人府太阶平 再比如承登吉为起敌儿童心智所著的幼学穹林 其中也提到黄河水清圣人出 并以此讲述了一则预言故事 经过千百年的传播 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 甚至连古代帝王都十分重视 并将其作为自己伟大功绩的表现 但可惜的是 黄河水清之时 出现的并不一定是圣人 比如在宋徽宗时期 黄河就出现过三次水清的记载 分别为1107年 1108年和1109年 宋徽宗并不是一个盛名的皇帝 甚至还创造了中华民族一大耻辱的靖康之变 导致北宋亡国 但这并不妨碍在他当皇帝的时候 黄河出现三次水清现象 也挡不住大臣们为他歌功颂德 再比如元徽宗时期 也出现过三次黄河清 当时元徽宗还非常不乐意 因为他认为黄河清会出现圣人 这圣人会夺走他的江山 后来大臣们劝说 黄太孙刚刚降生 与黄河清相扶 这就是陛下的圣孙 这番劝解后 元徽宗才开心起来 只不过 这件事才过了八年 大明军队就攻克大都 将元徽宗赶出中原 所谓圣孙也是无稽之谈了 不过也有非常凑巧的案例 黄河清还真赶上了皇帝的大志 就比如元徽宗的三次黄河清 第一次发生在1360年 此时不只有元徽宗的圣孙出生 还有朱元璋的四儿子朱棣出生 朱棣我们都知道 是大名鼎鼎的永乐大帝 创造了永乐盛世 正和七下西洋 就是这一时期的壮举 永乐大典更是盛世巅峰的证明 而且在朱棣登基的第二年 也出现过黄河清的现象 当时朱棣刚刚登基 由于靖难起兵称帝 朱棣觉得需要得到上天证明 因此也大肆渲染了 这次黄河水清的事件 不过朱棣只是小小的炒作了一下 炒作最厉害的还属雍正 虽然雍正也是一代明军 但他也是得位不明 因此需要得到上天的认可 正好此时黄河开始变清 于是他不但专门去黄陵祭奠康熙 还给大批官员加官进爵 甚至亲自写了和清颂 证明自己就是上天认可的天子 是当世的圣人 不过历史上那么多皇帝 有几个能称得上是圣人呢 那么如果不是出圣人 一项浑浊的黄河 为何会突然变清呢 其实这里面是有非常科学的道理的 黄河清圣人出 2024年1月黄河水变清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与圣人有关吗 科学是怎么解释的 人们总以为黄河一直都是浑浊的 变清的情况是千年一遇 至少也是数百年一遇 但实际上黄河变清是比较常见的 历史上黄河变清的记录 就有43次 从汉环帝开始平均下来 每40年就有一次变清的记录 如果算上那些没有记录的 可能十几年就有一次 反观圣人降世就非常稀少了 人类文明史上有记载的圣人有多少呢 孔子 苏格拉底 释迦摩尼 或许可以称圣人 但世界文明数千年 出现了几个孔子呢 一双手都能数得过来 如果圣人降世和黄河变清的概率相当 那真是人类的大性 是天下之性 所以仅从概率上来说 黄河清圣人出并无直接的关系 既然黄河清和圣人无关 那么黄河为什么会突然变清呢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黄河水变浑浊是因为 黄河在流经黄土高原时 冲刷夹带了大量泥沙 而黄河水变清 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泥沙含量减少 比如在气候干旱降雨稀少的年份 河流流量也会降低 水流的冲击力下降 河床上的泥沙也会比较稳固 这样一来 河水就会比之前清澈 就产生了黄河水清现象 而且在北方也分旱季和雨季 雨季的黄河往往也比较浑浊 旱季的黄河水量小 水流平缓也相对清澈 这是黄河水变清的自然因素 除此之外 人为因素也相当重要 比如我们在黄河上 建设了很多水利枢纽 不但可以用来防洪蓄水和发电 还有效调节了黄河水文周期 比如在雨季蓄水 降低河水的冲击力 减少泥沙侵蚀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 让黄河变得更加清澈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退耕还林还草和植树造林 黄河在远古时期是非常清澈的 这是因为在远古时期 黄土高原上也是郁郁葱葱的绿色哑巴 后来随着华夏文明的崛起 黄河沿岸的人口越来越多 导致两岸生态遭到破坏 尤其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 对两岸生态的破坏更加严重 导致黄河泥沙含量急剧增加 好在人们及时意识到这一点 认识到生态破坏带来的危害 于是在国家的倡导下 人们开始对黄河沿岸的生态 进行修复和补救 通过十几年的努力 黄河沿岸已经多了很多绿色植物 这些植物不但可以让地表更加牢固 还能起到蓄水作用 极大增强黄河沿岸对水土流失的 自我修复能力 正是在这多方面的影响下 黄河水才会变得清澈起来 而且我们相信随着对环境生态保护的持续 以后黄河水清会越来越常见 直到水清成为常态 或许到那个时候 黄河又会是新的名字了 看到这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